安波篮球快讯 2020年12月29日 辽宁非豹判复仇山东王者 周二晚上 CBA第二阶段赛事继续进行 届时山东王者将与辽宁非豹交手 辽宁非豹近期连战连胜 球队继续巩固联盟榜首位置 反观山东王者近期状态有所回落 过去五场常规赛输足三场 此削比长之下 势头正胜的辽宁非豹 无疑更有力延续盛绩 山东王者经济的进步有目共睹 在L宣达辰和高师岩等人的发挥下 球队如今能名列联盟第五的位置 整体实力不容忽视 不过来到近期 山东王者的表现有所下滑 其过去五场常规赛紧 取得二胜三负战绩 当中还不乏落败 在江苏龙和深圳领航者 这类实力平平的对手 主帅拱小斌需要尽早帮助球队重振旗 其实细看山东王者的阵容 队内多数球员的主力框架 年龄在终生代靠上的年纪 当中L宣达辰 则是不折不扣的老将 而陶汉林 贾成 王汝恒和李静瑜等人 也已经来到儿立之年的年龄 虽然队中还有高诗炎 陈培东和焦海龙等年轻小将 但就全队总体年龄而言还是略显偏大 其次 山东王者最近一次取胜辽宁飞报并非一帆风顺 毕竟是一 最终仅评级高诗炎的一技 绝杀三分才得以取胜 金扑济网于此子 再度上演神奇演出 显然不切实际 辽宁飞报 无疑也会对他严防死守 不在最佳状态的山东王者 确实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前锋丁燕宇航 殷商必战 尽管此前主力内线韩德军的受伤 让原本状态颇佳的辽宁飞报前景蒙上阴影 幸好球队继续评级注意波连胜家记保持势头 继续占据联盟榜首的位置 不过考虑到他们身后的广东华南虎 目前依旧紧追不舍 双方紧相差一个胜场 辽宁飞报若想保住头把交椅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心 近期扛起辽宁飞报内线重任的朱镕镇算是交足功课 他和刘燕宇有所填补韩德军商缺后的内线压力 此番迎来山东王者 这对内线组合需要打得更为强硬 才能够缓解陶汉林 贾成等人的轮番冲击 当然 辽宁飞报对阵山东王者的最大优势还在于后场 郭艾伦 赵继伟和欧俊梅奥三人同样需要带队冲击对手 能否稳定发挥成为他们此番取胜的关键 更何况 辽宁飞报最近一次加时被山东王者绝杀的怨气明显仍未平息 对内一众将是复仇心切 双方此番再度相遇 势头正盛的辽宁飞报士必不会放过复仇的机会 阵容方面 前锋李小旭和贺天举均因商无援披挂上阵 感谢收听安波篮球快讯 李雅希报导 下次再会 M直播在手随时看球赛 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按赞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分享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